这些社群通讯软体你认得几个 有些软体已成过眼云渊 现在社群龙头脸书是不是也要面临交替 脸书上级财报显示 每月活跃用户减少50万人 这是曾经18年来首次面临活跃用户减少的走劲 母公司Meta的股价单日大跌23% 市值蒸发6.4兆新台币 不禁让人怀疑脸书的繁华时代是否即将落幕 脸书去年才改名Meta 充斥元宇宙事业 然而首次财报成绩单却不太理想 人们有很多选择 他们想花时间 而TikTok就很快就增加了 随时拍下有趣短影片分享生活点滴对年轻人来说 脸书成了长辈才使用的社群软体 脸书应接的第一个问题是用户成长停滞 逐步流失 目前脸书的全球活跃用户达28亿人次 专家点出当用户无法再成长就点思考转型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他的本来在人口的增长上面本来就达到了一个 一个我觉得也差不多到一个瓶颈 如果从过去的网络的发展的过程来看 就说消费者的确是喜新厌旧 比如说在美国 对他们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具威胁性可能就是TikTok 这个更替期能够就是看各家能够自己可以撑多久 或是有没有新的衔接 因为你可以看到Facebook当初也是碰到瓶颈 所以他买了IG 然后让他的社群又可以再做扩大一点 这可不是最棘受的问题Meta九成收入来自广告 当全球开始重视个人隐私 近期苹果调整隐私权政策 欧洲的GDPR大幅限缩脸书获得用户资讯 等于断了精准投放广告的优势 跟Apple的iOS改变 和英国新领域的预定 有明显的颜色 有少数据资讯物资讯 难关接种袭来 脸书打造自家短影音平台Reels 更改名Meta布局元宇宙 不过初期资本支出直线上升 冲破百亿美元犹如巨大赌注 元宇宙是一个吸引人的未来 只是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比较长的投资 尤其脸书看起来它不是只想做头盔 它想要做的是整个的所谓的生态性 包括从这种所谓的OS的系统平台到上面的应用服务 它可能都还蛮想要参与的 然后甚至包括未来可能的一些支付形态 这个投资下去一定是五年十年的事情 那投资人是不是可以支持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关键的一个部分 当脸书停止成长 谁会是下一个社群平台之王 会是Meta吗还是抖音 短期内人没有答案 就看Meta未来到底是金基姆还是赔钱货 经济日报讲演邱立行台北报导